刚好是街头出现了这一幕奇观 地点是三多路跟自强路的咖啡店 这名老外全身上下只穿了一件西装外套 下半身光溜溜的就这样来买咖啡 把店员吓坏了以为他有毛病 还以为他是变态 更惊人的是后来他还脱下了西装 就这样裸身坐在路边喝咖啡 如果民众看傻了眼也不忘拿起手机猛拍 冷气团袭击的夜晚 这名老外顶着十几度的低温 全身上下只穿着一件西装外套 下半身光溜溜的到咖啡店买饮料 他还夸张的张开双脚翘起屁股 让店员看傻了眼 就觉得很奇怪啊 对啊 就是第一次看到这种 他以为他是变态 不过他只是可能只是 就是打赌输了 然后再开玩笑 肉团买咖啡的老外 让路过民众都忍不住回头多看两眼 有人拿起手机猛拍照 但他一点也不在意 肉团老外的朋友还向前打他的屁股 接着三个人坐下来喝饮料 这时肉团老外竟然把西装都给脱了 只穿着一条丁碎裤 坐在路边的咖啡座 他怎么那么厉害 对啊 因为那天就很反差 旁边的人都穿大衣 然后他一个人没有穿 就吓一跳 而且这边高雄 对啊 市区怎么会有人这样 就是那么大胆 周末葵葵下裸身 有人看不下去报警 但远景获报前来劝阻 老外还若无其事地和朋友嬉笑聊天 好劝歹劝 老外终于愿意穿上裤子 但穿衣前还叫朋友先帮他拍照留念 真的是让远景好气又好笑 昨天新闻季节换包经营 高雄报道 有甚至有发现的 但是跟他妈妈妈的 对你的